我们这里讲到他前述说 见他老病死而不自观察 四则宁木人当有核心律 假设你看到别人的老病死 你不会想到自己一个老病死 那么这种人跟木头人一样 是没有心的 是没有心 就不会想的人 不会想的人 就是他想不了那么远 那么就是只看到眼前的利益 那不会想太远 就是不会想的人没有心的人 那么如果从这个火的传记里面来讲 他大概是这个过程大概是这样 我们说他先出言有关 那前面有三次分别见老病死人 那么他见到的一开始是非常的惊讶 后来就在想 那么自己也会这样 这个也让我想到我为什么出家也是这样 我以前从小到大没看过死人 真的没看过 我知道有人会死但是没有亲眼看过 真的没有 因为大部分人死了都是光彩 我们都是看到光彩而已 我们没有看过死人 因为我们家以前 我爷爷爷奶奶奶那个时候都还不是很老还怎么样 他是很从小就出来了 所以我从小到大大概到我国中以前我都没看过死人 没有看过 但是看到棺材也很难 为什么 因为棺材经过的时候我们门都要关起来 等到棺材过的时候才可以打开 以前都这样 所以即使棺材也很少看见 那因为你不关起来就怕那个死人会跑进来 以前是这样的会害怕 就常常关起来妈妈都赶快关起来 有棺材过赶快要关起来 所以即使这样也没看到 那么有一次我看见死人 我就因为这样 就是说我们说我们 那个时候我们台南都会 我们住在南区 关里那边 靠近铁定 我们那个是有一个出海口 那么那边常常会淹水 每次淹水那个渔温 台南那边也很多养鱼的 那个鱼都会跑出来 那么很多人就会去抓鱼 真的 以前的那个水没有那么脏 那么脏 那个水沟里面它还有鱼的 真的 现在就很脏 就没办法 一天 那么很多人去抓鱼 那么我们旁边刚好邻居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阿伯他去抓鱼 他就淹死在水里面 三天 不知道三天啊 四天之后 才找到尸体 那他 他淹在水里面的时候 大家都在找 很多派警察有去找 很多人去找 找不到 因为水还没退啊 其实水都淹到这里 因为水都淹到这里 你不知道哪里是河啊 他掉下去 然后就起不来 不晓得 都尸体都找不到 不知道四天还是三天 四天的样子 还三天 浮起来 尸体浮起来 大家都找到了 很多人都跑去看了 我们也跑去看 你知道那个近三天四天 那个尸体是不好看的 浮走 然后我就看 我现在印象还非常深刻 看见那个死人之后 然后家属在旁边 全胸肚子就哭啊 怎么样怎么样 哭声 然后那个死人的印象 我非常的清楚 我第一次看死人 非常的震撼 回去之后 半年的脑神经衰落 没办法睡觉 完全没办法睡觉 那个死人的印象 一直浮起来 一直浮起来 那我就会想 人会死 以前小时候就知道人会死啊 但是没有 不会想 不会想说人会死 就知道自己以后也会死 但是没有想那么多 没那么深刻 那个不深刻 就是知道也会死 但是没有想到 慢慢慢慢看见他死相 而且那个死相很难看 那么就开始心里面想 人为什么会死 那么每一个人都会死 我也会死啊 就开始想我也会死 开始想我也会死 我就开始想 那我死了是怎么一回事 就开始想 我现在死了 我存不存在 假设我死了 就我要永远消失了 我那时候生起大恐怖 从那一天之后 每天只要躺在床上 就想起我会死 我会死 我会死 那个心就起大恐怖 真的没办法睡觉 那时候我还读 我记得还读 国小 然后晚上睡不着觉 久了就脑神经衰落 记忆力不好 就是到了晚上就起恐怖心 因为你也告诉他 不要想不要想没办法 他就是会想 我死了 我永远消失在这个世间 越想越恐怖 不想又不行 想了更不行 真的是这样 后来那种经验非常深刻 就想我也会死 我也会死 人到底为什么会死 死是死到哪里去 到底有没有灵魂 天天在想这个事 真的 第一次看见死人那个震撼 就直接想到我也会死 我看见病人老人都不会这样想 看见那个死人 那个实在是因为没看过 没看过 而且第一次看就那么震撼 那个整个脸都浮起来 然后那个旁边的家属哭到 垂胸顿足哭到 不行啊 所以那种影像给我非常深刻 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去看 人为什么会死 就哲学的书 就看了很多的这种读书 然后基本上 就是它会引起你内心的那种 非常大的一个震撼 那么老病死苦 释迦佛你看看见老人病人 他就会想 然后看见死人 他就开始 这个是分三次 三次出院 那么三次看见 然后他回来他就没有心情 但是他不像我这个严重 我就开始没办法 晚上都没办法睡觉 可是很奇怪 白天不会想 他晚上只要躺在床上 你就会想 你就会想 他就害怕 就开始害怕 刚才说 有时候我们关的不对 就是说你想的不对 你就越想越害怕 越想越忧郁 越想越生气 比如说你关不见 关不见你 想法不对 你越想越生气 称称自己 这个身体这么脏 就这样 你关成功了就这样 那你关老病死的话 那么你如果关错了 那么你就是也会像我一样 我就很害怕 很忧愁啊 就是一直担心自己什么时候会死 万一死了真的死了怎么办 又怕自己死 那么又担心 那又不知道哪一天会死 又不知道死了之后 死了之后到哪里去 就会有忧愁的心出现 就这种忧心啊 我们叫做忧心忡忡忡忡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要了解到 如果你这个就是你对无偿只了解一半 所以你看得不彻底 老病死是正常的现象 老病死是正常的现象 那么因为一般的人会忧愁会害怕 是因为老病死之后就是不好的 老病死之后就是不好的 就好像一般的人会怕鬼 是把鬼连结到不好 我看见鬼我就会衰 我看见鬼我就会倒霉 我看见鬼我就会被鬼伤害 所以你才怕鬼嘛 对不对 如果你看见鬼 鬼就会给你送钱给你 你看见鬼 鬼就会帮助你 你看见鬼鬼就会保护你 你看见鬼会害怕吗 不会啊 所以他之所以会忧愁恐怖 是连结到什么 连结到不好的 连结到不好的 当然是如果你连结到好的 当然你也不怕老病死 但是这里一开始 其实就是说 一般的人是执着 执着你要让他看到老病死 但是如果你一直只看到老病死 那么你就变成执着老病死 你就变成执着老病死 那个也错误 就好像叫你身体的不静 是因为你执着身体的天静 执着嘛 执着自己的身体 执着别人的身体 爱乐揽着嘛 所以叫你关身体的不静 他是要对峙你的颠倒 静颠倒嘛 不静的你看成静 但实际上他也不是不静 为什么 因为这个身体 如果死掉没有了 他哪来的不静 那么静跟不静 他都是对峙的而已 他并不是真实的 在真实的 我们说第一地里面 他没有静不静的概念 没有静不静啊 但是说不静 是因为多数的人 多数的人都执着清静 所以为了对峙 你对五欲的贪恋 告诉你 诸行无常 诸受是苦 身是不静 告诉你这一些 那么来对峙你平常的贪恋执着 叫做颠倒 但是如果你执着了 身是不静的 他起撑撑心啊 自杀死啊 很多啊 那执着 执着这个人是会老会病的 会死的 那你天天想老病 天天想老病死 天天就在那边坐着想老病死 老病死 你就会忧愁 忧郁 那不是这样子的 那么 就变成你执着老病死了 那么因为有些人就执着 我年轻 所以 我正青春 所以我要把握青春 所以因为这样 你在正年轻的时候 正有力的时候 你不会休息 那么你要知道 这个身体不是一直保持这个样子的 那么这是一个过程 那这种过程基本上 他没有什么就是一定好 就是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即使还没有老病死 他也怎么样 他也痛苦啊 对不对 但是有一些人老病死来了 他也不痛苦啊 很多老病死他也不会苦 他生苦心不苦啊 他有什么好害怕的 重点就是 你要去解决这个事情 就好像 那人有 人不晓得什么时候会生病啊 对不对 那你一直害怕 我有一天会生病 我有一天会生病 那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啊 那你就好好 好好 好好好 这个照顾自己的身体 运动啊 或是像现在 像现在这个疫情 如果三年了嘛 好像三年了嘛 对不对 你从疫情开始 你就担心 我可能会得 我可能会得 你就担心三年 这本来不会死的 因为担心就死了 那么如果你知道 那会不会得不知道 就算得了 那么也看个人的福报嘛 对不对 看个人的福报 有轻重症 看个人的福报 有后遗症没后遗症 那么这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你就不用担心他 你就是啊 就像你不用担心疫情 就好像你不用担心老病死 但老病死一定会来 但是你不一定会染疫 不一定啊 像很多人到现在 也没有染过疫啊 对不对 很多人都没有染过嘛 像我也没有 我到处讲经 这么讲这么讲 也还没有啊 那么 但是也可能会有啊 那如果去担心这样 你都不要出去就好了 那你说不出去 就不会有嘛 也很难讲 但是你不用担心这个 但是你就是注意 你注意 让自己的身体保养好 那你会有老病死 老病死 是不是会变成苦 这个是不一定的哦 一般我们是说老病死苦 但是有一些人不老不病不死 他也苦啊 有一些人老病死来了 他也不苦啊 佛陀老病死会苦吗 身苦心不苦 实际上不苦 但真正的苦是心啊 心在受苦 有苦 但是像阿罗汉 那么佛陀这些 甚至是出国恶国三国的 基本上他也不太受苦 他会苦心会苦 但不太受苦 那我们尽量在还没老病死之前 让自己不怕老病死 你要来就来 对不对 我吃千饭等待你 对不对 那不要紧啊 真的啊 你不用担心这种事 有种物据敌之不然 无由以待之嘛 我们不怕他嘛 对不对 那你知道这样 但是你要知道一定会有老病死 但是我不怕老病死 我怕的是永无止境的老病死 叫做轮回嘛 对不对 永无止境的老病死 才是可怕 我不怕生病 我是怕一直生病 不会好的病 对不对 一样啊 病如果会好 那有什么好害怕的 问题是一直生病 一直生病 而且都不会好 这个才是我们要害怕的 对不对 一样啊 老病死也是这样 真正应该害怕的 不是老病死 而是永无止境的老病死 叫做什么 人为 其实啊 你这样知道 你就 所以释迦佛也是这样 他一开始也是 他感到 对于这个感到忧心 那后来他决定面对他 一样啊 他就是这个过程 那谁都不愿意嘛 谁都不愿意 有老病死 但谁都不能脱离有老病死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 谁都不愿意的 可是谁都会有 所以就是聪明的人 就直接去解决他 面对他 我不怕你 就是我不怕他 但是我也不是去迎接他 但是我在他还没来之前 就好像你很怕贼 那么你把家里弄好 不怕进贼 或进贼来了 你有公屋 那么一样 你不怕他 你不怕他 他就怕你 那么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像 因为 老我们是知道 未来会渐渐老 病是不一定什么时候会死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 都不知道 但是 不管他什么时候 不管他是什么象状 我都不怕他 为什么 因为 每一个人都有老病死 但是 我相信 如果因为我这一生的休闲 我老病死之后 我会更好 对不对 像你生到天上 不老不病 他只有摔下 他只有死 死也没那么恐怖 那么其他的地方就更恐怖了 到地域三日到那个就更恐怖了 更苦了 更苦了 我们应该要庆幸 就是说 我们现在是得人生 还可以闻佛法 所以 最好的机会 解决老病死的机会 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那么其他的人还不知道 也知道了 也知道了 也不去解决了 那我们 抓到最好的时机 所以趁这个机会 事件是有老病死 没有错 佛陀也讲 因为有老病死 不可爱 不可疑 不可怜 所以才有佛 因为有老病死 才会促成我们修行 今天如果是 过得跟天上一样 每一个人都活2000岁 到那天他会这样 而且 不老不病 等到2000岁 在受目净的时候才离开 你会修行 我也不相信 真的 而且失一得一 失死得死 你家里面也不用存钱 天上没有银行 没有食堂 他不用去跟做 他想就有 没有做衣服的 他想就合身 对不对 你如果今天开始 你有用不完的 就是你也不用钱 因为你有用不完 你吃穿住 都不用担心 而且你不会老 不会病 但是你会活2000岁 2000岁到的时候 你才会死 我告诉你 你会修行 也要等到1999岁 你信不信 真的 可是你1990岁 死了之后 因为你以前太想了 忽然间间 那你不可能再往上升 因为你不会修行 只有人 只有人会修行 其他的三二道 想修修不了 天上 能修 不会修 那么 做人里面 外道 也修行 但是 不能解脱 方法不对 一般的凡夫没有修行 没有想到这里 一般的人想不到 那么有一些人想修行 但是修行的方法不对 也不能得解脱 只有 只有人 会修行 只有佛弟子 会修行 而且可以得解脱 我们是掌握到最好的时机 那你一想到这样 再想到老病死 那你就觉得老病死 不可怕 那你知道吗 那你就知道 正好有老病死 我才会修行 所以释迦佛有讲 因为有这三法 不可爱 不可义 释迦佛才会去出家 世间才有佛 那有佛才会 解脱了之后 来告诉你 你要看见这老病死 而且要依这老病死去什么样 去求解脱 所以世地 第一个就是苦地 就是因为有老病死苦 那在生死之间 有认证会爱卑里求不得 有无产苦 积聚皆消散 就是你拥有的 这些再多的东西 他有一天也会没有 崇高必堕落 你的名声 你的权势也会没有 有生无不死 你的身体最后也会没有 那你想到这样 你不会因为无常而忧郁 你不会因为无常而忧郁 你只会因为无常而清静 你不会因为有老病死而忧郁 你只会因为有老病死而精静 其实是这样 观念对了就没有问题 好 那么第一个是出源游冠见老病死 老病死苦 其实是苦 主要是苦 那么第二个 这个是分三次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第四次在出有的时候 隔了一段期间 因为他回来了之后 回来了之后 就心情很不好 释迦佛也是这样 回来看见了心情很不好 一直想 所有人都会有老病死 我以后老了怎么办 生病的时候怎么办 死了之后怎么办 你不会想你就走错路 像我看见有很多年轻出家的 年轻出家不简单 真的 当然我自己也是年轻出家的 但也不算年轻了 我应该是27岁出家 但是还有更早的 我看见很多年轻出家的 那么他出家是一件很好的事 要解决老病死 但是他也跟世间年的 翻新以后的老病死一样 他说 因为他年轻出家 他没有结婚没有家庭 那有一些中年出家的 有时候 还有儿子供养 还有先生或太太供养 会照顾他 他年轻出家 父母一定不在了 等到他老的时候 父母不在了 他又没有儿女 那如果有徒弟还好 如果没有徒弟 那又没有 所以他就很担心 老了 生病了 没有人照顾 死了没有人处理 所以他先怎么样 先赚钱 赚一点钱 然后做养老基金 做生病基金 然后可以请人照顾 可以请人处理 没得住 没得吃 就担心这个 那么整天都变成整天在赚钱 那赚了一点钱 又觉得 本来觉得一百万就够了 后来觉得 这个消费指数越来越高 钱越来越高 又觉得一百万不够 要赚一千万才够 就这样 然后就开始用钱来赚钱 就要想要赚很多的钱 那这一辈子就过去 真的 就开始 那觉得 在其他的道场就不习惯 所以就开始去买公寓 那又要钱 所以就开始去赶金颤 那都是为了怕老病死 可是方向走错了 优先未来的老病死 他出家老了没有人照顾 他害怕没有地方住 这个道场不给他住 他没地方住 所以要有自己的家 要有自己的钱 但是 真正老病死来的时候 我告诉你 一样做不了主 那么你这样想是错的 你知道有老病死 你不是说 那我先存一点钱 我不怕他 我告诉你 你有钱也没有用 你有家也没有用 真的 你要有什么 有道 你要有道 有福报 有智慧 就是主要是智慧跟福报 苦来了 你不以为苦 那么你有福报的人 你根本就不会受这种苦 不会有 你像应顺导师 老了病了 人家抢着照顾 整个团队在照顾他 他要受苦 人家都不舍得他受一点苦 如果你就算你有很多钱 那么你以为人家 人家为了得到你的钱 我告诉你 那会叫你早点走 我告诉你 真的 觉得你 你 会让你受的苦更重 那么 所以你这个观念是不对的 所以我看见很多年轻人 就在那里面是 就是为了 其实他就是担心为了饶的时候 病的时候 怎么办 所以 整天就想着 要赚多一点的钱 要有自己的地方 自己做主的 不是人 真正可以自己做主的 就是自己有智慧 可以坦然的面对 这个一切的境界 而不执着 你连你的身体都不执着 你哪里会执着老病死 身体的变化 对不对 苦 苦 我知道苦 释迦摩尼佛 受唇头供养 中毒拉肚子 不苦吗 苦啊 他也老也苦 他也视线给我们看 他也经过老病死 释迦摩尼佛是经过老病死的 他80岁还是居士 又十几岁他就被痛了 舍利佛也是经常生病 舍利佛也是经常生病 那释迦佛也是常常被痛 他也是经过老 然后经过病 到要入涅槃之前 还中毒 食物中毒 然后没有吃 就一直走过去 还是一种红法 你看 但是他苦吗 他其实他不苦 所以 那因为这样 所以他在 他就跟大家讲 遗教经里面讲 这个身体 其实是有很多的苦 所以这个身体 可以舍掉 不再轮回 这个是最好的 那谁会贪恋这种身体 不会啊 是不是 因为知道他老病死 所以你就不贪恋他 你照顾他 但是你不练着他 你不会期待一直拥有他 没有 因为你有正确的观念 那如果没有 怎样 所以你就是要修行啊 所以要在这个机会 他不是一下子做到的 就算我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做到 但是就慢慢训练 真的要慢慢训练 你就是要做到 生苦心不苦 那么有两种 一种就是身体的境界 一种就是心理的境界 基本上是这样 你说好 你说好 举个例来讲 我只是举例 比如说 有时候我们会生病 比如说我前不久 比较常看的一个就是牙齿 爬牙会痛啊 可是这个时候你就要管苦 痛的是谁在痛 从哪里痛 你那个时候就要做到生苦心不苦 就是牙会痛 但是我不会痛 可不可以 真的可以 我是这样训练的 你要这样训练哦 就是第一个 比如说好 那比如说我最近都打闪到腰 闪到腰很辛苦哦 那闪到腰去用腿 你知道吗 然后 然后 本来很苦 你去用腿的时候 他出了 更痛 那是痛到 出界的人就不能挨你而已 不是说不能挨 不能挨得太大声 他也不挨 他也不挨 他说这样修行啊 不能忍耐 所以 但是我们有一个方法 但是我也 其实我还蛮能忍耐的 就是说 但是 有时候就是 一个就是比如说 像我最近的两个比较先客 就是经验 就是说 第一个 把牙 那把牙有一种特殊的经验 就是说 还没拔你就开始在怕 真的 那不晓得为什么 就是 你去用腿还没 你腿才会疼 你才会怕 你去给人家 笑 他要弄到痛了 你才会怕 会畏缩 但是把牙不是 嘴张开的时候 就开始怕 不晓得为什么 真的 我就觉得 他都还没痛 为什么 我们就开始先痛 牙齿还没痛 那个是神经痛 那个就是来自于过去的经验 那么 他还没真的痛 我们就痛起来再等他 就一直觉得会有多痛 会有多痛 所以大部分的痛 都是心里面夸大起来的 你还要想这件事 那我就说 好 那佛说观受是苦 那这正是一个机会 让我们知道观受是苦 那么他叫你观嘛 色受想行事 有没有 色如什么 巨墨 瘦呢 受乳水泡 好 现在正是机会 来观什么叫做受乳水泡 那受乳水泡是什么意思 这个下雨 他是受刺激 这个是我的经验 有效 真的有效 比如说这里是水 然后雨 雨 一个水滴下去 进到这个湖里面 他会起一个泡 有没有 那么我们一样 我们这个苦是因为有刺激 有没有 那么我们会起一个感受 跟陈氏和尔森 处嘛 处聚受想失嘛 有受嘛 好 那佛说 叫我们观五蕴 色如巨墨 瘦如水泡 那受基本上 苦受肉受都是 但是苦受是很明显的 那你平常在那边打坐 色如巨墨 瘦如水泡 想怎么样 你观不深刻 真正苦受来了 你去观 佛说 瘦如水泡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 因为第一个 第一个 第一个 第一个是他还没把 你牙齿张在那边 你就开始 开始很紧张 开始觉得 会很痛 说还没痛 你就觉得会很痛 真正 真正那个拔牙的东西 接触到牙齿 你就更痛 其实也还没痛 但是他会先打麻醉 当麻醉 那个针打进去的时候会痛 但是后来牙齿 马的时候 即使在拔的时候 没有那么痛 但是你还是心里面很紧张 那等到牙齿打完了 麻醉退掉 又开始痛了 但是他会给你吃止痛去 但是如果你受不了 你就吃 如果你受得了 你也不要吃 你就去 这个机会又在关 他瘦如水泡 真的可以关 那你就 你就开始关 那个瘦到底 那个痛到底是 从哪里生起来的 是牙齿痛吗 如果是牙齿痛的话 那个也只有牙齿在痛而已 但是实际上好像又不是牙齿痛 那跟心也没关系 对不对 跟心也没关系 但是我们为什么会 那么紧张 那么害怕 因为是牙齿痛 或是牙神经痛 又不是你在痛 那你为什么会那么害怕 那个痛是从哪里 那个痛感是从哪里生起来的 那个水泡是落在哪里 那个水泡是怎么产生的 就是那个痛的水泡 它是怎么产生的 那你去想这个 当你仔细在想这些的时候 你那个痛感就 不会那么在意 因为你仔细在想这个东西的时候 那个痛就没有那么明显 真的 你这个时候就去关 痛如水泡 瘦如水泡 那个痛就是说 就像水泡一样 它是你的心去加持 你的心去加持 它不断冒出来的 那 像我 将近有一个月都去给人家 因为散道很辛苦 因为方个生都非常辛苦 然后就去给人家看 然后 它梯梯得很大 我听 我们又为了保持形象 又不能叫出来 但是也不需要叫 你就去想 那个痛 开始在想 那个痛 那个痛到底是 从哪里生出来的 是哪里在痛 我们为什么会感觉到痛 所以有一次我跟那个 他们护国士也很好心 我去台中三个 他们带我去 说他们那边有一个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的 那他整个人脏上去给你压 真的 然后 他们每一个比丘尼都叫得很大声 你知道吗 然后他就说 师父 你怎么都不会叫 你怎么都 是不会痛吗 我说会痛啊 但是我教你们 就是你要去关那个痛 他正在痛的时候 你去关那个痛 那个瘦 那个痛的感受 瘦如水泡 那个痛是从哪里生出来的 当你很专注在想这个的时候 他没有那么痛 就是痛也是痛 但痛不是你在痛 是这个身体在痛 但不是你在痛 这个怎么说才好呢 他就是这种感觉 真的你试试看 那我们可能很常有这种机会 就是说 生病的时候 生病的时候 那像我有一次 像我有一次 这个也是 我有一次这个半夜 起群麻疹 群麻疹都是在半夜的 好像抵抗力减弱的时候 他半夜 群麻疹很痒 非常痒 你不抓 非常痒 你抓了还是痒 可是抓了会比较舒服 但是越抓越痒 越痒 越痒越抓就是这样 那半夜你又不能去看医生 半夜啊 你要叫人家载你去 那大概我记得是12点 1点那个时候 你要叫人家载你去 你又不行 人家医院你挂急诊也麻烦 因为我们住在平宫乡林寺那边 那边那个医院 你不是像你随时有那种急诊那种的 所以你就要忍耐 那你忍耐也忍耐不了 所以就你开始做起来 关 是谁在痒 从哪里开始痒 那个瘦 你就关那个瘦 真的 因为你就想那个痒 因为你越怕痒他越痒 你越怕痛他越痛 就是他的痛的痛感 或是那个痒 痒的那个受不了 受不了是心的状态 就是你的心一直加持他 他就越来越多 越怕越有 所以你就开始关 他能有多痒 我要看你有多痒 我要看你有多痛 那个瘦反而没那么痛啊 那你再去关 那个痒到底是从哪里生出来的 那个痒的感觉是怎么形成的 那么佛说关这个瘦 瘦想行事 那么我们常常在讲 处聚瘦想师跟成事 那这个身心 这个身体 他这个痒 他那个痒的感觉 他怎么跟这个心 这个心怎么去了解这个痒 他为什么会对我们造成 他怎么样 他这个整个心理 这是怎么形起来的 那你去想这个东西 想啊想啊想啊 仔细的想 当你专家想这些的时候 那个痒的感觉跟痛的感觉 没有那么明显 慢慢慢慢 我就记得 我记得很清楚 那个时候半夜 然后就开始 因为痒的受不了 你越怕痒越痒 越受不了越痒 就没办法 你又不能抓 抓很舒服 但后来就更痒 因为他会扩散 他会红 就更痒 所以就做起来开始关 所以佛法很好用就是这样 这是关 是谁在痒 这是一个 然后这个 是关瘦如水泡 这个痒就像一个水泡 就感觉到痒 就一个水泡浮起来 全身有各地各地很多雨 各地各地的水泡痒起来 就全身痒 全身痒也只是一个心在痒而已 对不对 因为那个触觉嘛 那么你慢慢想慢慢想 你就观察那个痒 那个痒的层次 那个痒的程度 那个痒的感受 那个跟心的一个结合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关啊关啊关啊 咦 不痒了 真的 就不痒了 那么 不痒就这样 就睡着了 本来睡不着 不痒之后 你就仔细观察那个痒 观察那个瘦了 那你会发觉到 真的就是 那个感受就是一个一个 生起又消失 生起又消失 水泡啊生灭 就这样 但是它持续 它持续 因为心本来 我们的心本来就叉那生叉那灭的 所以那个心所也是叉那生叉那灭啊 那个水泡也是这样啊 不是吗 也是这样 你好好想 因为你真的实际经验来了 你用这个去想 但是没有的话 这样讲都有一点点空泛 不感受不深刻 那 你就刚好来 境界来 把佛法拿来用啊 但是后来早上就睡着 睡着了 起来之后又开始痒 但是痒就去看医生啊 为什么 等到八点 那时候不会抓了 因为你已经知道怎么控制了 还是痒 还是痒 不是现在就好了 没有 它没有好 但是那个时候克服了 睡完觉起来 欸 还是痒 但是你会控制 你不会去抓 但是就等 等到八点的时候 它开始看嘛 就去挂号 挂号 就坐在那边 也是开始想 因为医生 你在外面又还要等啊 不是马上看你啊 就等到 医生叫你的时候 给你回来吃药 也没那么快 没有多久就好了 那这整个过程 你会发现到 你会发现到 大多数的痛苦 这些感受都是心加持上去的 身是有苦没有错 但是 身的苦会加重 是跟心有关系 那么你就这样慢慢做到 身受心不受 一开始没有办法完全不受 只是不增加它 不加持它 慢慢慢慢 生苦你还是知道苦啊 你以为佛头生苦不苦 他走到累他也是跟阿难讲 我年纪大了我要休息 他也要休息啊 口渴也跟阿难讲 他要喝水啊 那么拉肚子 因为拉肚子了嘛 所以从子之后 那是最后一家 不再接受供养 不再吃任何东西 因为吃进去更严重啊 那么但是 他还是苦 但是他心里面不苦 因为 一则以苦是生苦 一则以喜 为什么 他要脱离这个身体的苦 他要涅槃 他以后不会再 生苦也没有 就是无以涅槃嘛 有余涅槃就是生还会受苦啊 但是他已经要脱离了 所以 死对他来讲 就是真正的解脱 那我们就是要慢慢做到这样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其实经常会遇到 就是会让你受苦的时候 那一种就是新的苦 比如说谁 谁 对你怎么样 骂你 讲你 伤害你 讽刺你 那么你 这个身体不苦喔 但是心里面自己苦喔 身不苦啊 身不苦啊 他声音骂你 你耳朵会苦吗 不会啊 对不对 他会吃到你的耳朵吗 他给你脸色看 你的眼睛会痛吗 不会啊 但是心会苦 有没有 那个就是心自己加持 让他苦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身体苦 但是你心就加持到他更苦 是这样的 你会发现到 我们的苦受是这样的 然后慢慢慢慢你就会很 你开始 像我第一次就是 把牙的时候我很害怕 我就去关 关这个苦 第二次 腰痛的时候 我就得心应熟 你知道吗 真的 你就很仔细的去看他那个苦受 那个痛 还是痛喔 还是痛 但没有那么痛 因为你心里面正在想这个痛的生命 跟一般 像有些他们去看 就在那一叫一叫一叫 为什么 因为他在想那个 他就是一直执着那个痛 那你一直看那个痛的生命 看那个痛到底从哪里生出来 那个不一样 那个苦会减少很多 而且他不会造成你巨大的痛苦 那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先加持来的 你很好想这些事 他其实没有那么苦 那么你渐渐就可以做到 不是一下子做到 但渐渐可以做到 身受苦 心不苦 真的 你们可以试试看 生病的时候 甚至吃药的时候也一样 吃药的时候还没吃 想到那个药就吞不下去 哭啊 哭啊 但是你越害怕 你就越吞不下去哦 你越害怕越吞不下去 那吃了越苦 其实是这样 好